今天上午有名男子他是准备搭飞机到上海来旅游 不过他是在松山机场的第六号的check-in的柜台上面的时候 发现这个行李箱在经过X光机的时候里面有防狼喷雾 被拿出来之后他又手按压了一下 就是这个动作让他被带回了警局 但是其实他当时是把这个防狼喷雾交回给现场的人员 不过现场人员是认为这个味道实在太浓了 所以就报警没想到他已经到了候机室还是被警方带回 一起来听稍稍访问 黄明就在托运台的后方按压防狼喷雾器 随后交给地勤人员处理 现场并未造成旅客骚动 为航空公司地勤人员感到呼吸不适 所以通报警方处理 全案调查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63条第一项第四款 移送台北地院检疫庭采除 好我们可以听到警方表示呢 其实像防狼喷雾不管是首提或是托运 都是不可以进入飞机之内的 而这名男子的这个行为呢 恐怕也将面临三万元以下的防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